哈嘍,Round 4 5代的車友們,大家下午安 我是KT電視器的衛經理 我們今天又來安裝的車款是Ruffle的5代 團購的社團裡面 我們已經有開過好多次的一個直播分享 今天要安裝的版本一樣 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加上仰角調整器 因為今天車主的需求比較特別 這款車是2020年的 這個是油電版二輪驅動的版本 之前的話不論是一般的汽油版本 或者是油電的二區四區 我們幾乎五代的話 都有安裝過一個直播的分享 今天要安裝的版本 是KT的道路版 還有加上後方仰角調整器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為什麼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這個是後方的輪胎 這台車後方的懸吊系統 TNG2的底盤 對吧 TNG2的底盤它的多連桿的結構 有一個特性就是 當我們車高降低之後 它後輪這個傾斜的角度 就會變得比較斜 一般Camper的幅度 就會變得比較爬 那這個角度比較斜之後 這一邊輪胎 比較經常性的接觸地面 所以會造成內側輪胎 異常的摩耗的迅速 會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本來有可能 一條輪胎角度正確的話 有辦法開個四萬到六萬公里之類的 可是當角度變得很斜之後 這邊的摩耗磨光了 但這邊還有胎紋 但這樣輪胎也幾乎沒辦法使用 所以改裝仰角調整器的原因 就是希望藉由後輪Camper角度的改變 讓這個車高降低之後 這個的角度回復到 還沒有降低車高時候的角度 所以後方的車高如果有降低的話 就建議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的仰角 為什麼沒有辦法調整 這一支是後方 左後吧 駕駛座後方 左後的一個原廠的仰角 那這一個是可調式的仰角調整器 這個品牌應該也有很多車友安裝 這個是Harris的 那台灣的做像仰角調整器 素腳調整器的兩大廠商 一個是Harris 一個是Summit 那這兩間廠商都是台灣做這些的一個大廠 那今天車友選擇的品牌是Harris 這個是原廠的 原廠的話 它這一邊的鎖點 輪胎這一邊 跟內側的鎖點 它是都固定的 沒有辦法做調整 那一般來說有些的車款 像是Nissan的350Z 或者是Nissan的Tiana 或者是福斯的MQB底盤系列的 它在原廠的內側 就有做一顆偏心螺絲 可以做微幅Camper的調整來改變 但是MQB底盤它都沒辦法調整 所以只能靠這一個改裝的零件 來做後輪Camper的調整 這個是輪胎這一邊 這個是內側的 可調的機構就是在這裡 這個區段它是可以調整長短的 當這個區段長短的改變之後 這個點A點跟B點的距離 就變得能長能短 所以這個後輪的角度 也藉由這個的調整機構 它變得能夠調整後輪的Camper 所以這個就叫做 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那今天裝的 這個我們裝過好多台 可是今天裝的有一點 有點怪怪 這個角度的寬度 原廠的 我先來量一下原廠的 這一批的好像有點怪怪的 那我們也會跟廠商特別說明一下 像這個原廠的寬度 是44 原廠的寬度是44 但是它一定會做得比原廠寬 才能夠框進去 44 但是我們剛剛量原廠的寬度 大概42到42.5 但今天來的零件 只有41.5左右 有比較小 那我們當然有其他變通的方式 讓這個的寬度 今天能夠順利的安裝 但今天的這個品牌的寬度 有點太小了一點點 我們會告訴廠商 但這個要特別注意 這個改裝的時候 後面的話 它的仰角調整器 改裝之後 是有分左右邊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軸線 它這個是在 右邊的 它比較偏向這邊 所以這裡會寫一個R 這個廠商也還蠻仔細的 這裡有寫一個R 所以這個是在 裝在副駕駛座的後面 所以這個 裝錯邊的話 就有可能會有乾涉 裝這個時候要小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仰角調整器介紹完畢了 換來介紹 原廠的避震器好了 這個原廠有點重 這個是RUV5代的原廠避震器 這個角度應該可以看到 它有斜度 我轉一下 好 這個角度這樣很明顯 可以看到它的上座 是有一個傾斜的角度 這個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一般來說 通常有的會沿用原廠上座 這個車拆交車不到幾天而已 上座一定還沒壞掉 但拆裝原廠上座來沿用的話 有幾個的缺點 第一個 像這個軸心的話 跟Kimmery一樣 它有一個缺角 它是有方向性的 它這個斜度的話 也有方向性的 萬一拆裝的技師 也許有可能 對這個車系比較不了解 那拆裝原廠上座 來沿用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造成一個 安裝上的實物 那安裝上的實物 衍生的狀況就是 第一個 產品有可能壽命會縮短 第二個 可能會有異音的產生 所以KT的話 為了這個車系 我們做了這個專用的斜度 來給RAV4的5代來使用 所以這個上座 就不需要再拆下來沿用了 萬一有可能這個車齡已經 假設了 已經過了五年八年之類的 如果要拆原廠的上座 來沿用的話 那這個上座也有可能 也是差不多快壞掉了 就要等於車友 還要再多花另外一筆上座的費用 那就是多了上座的費用 那就不划算了 所以KT的話 都是有附上座的 但後方的話 就要沿用原廠 後方的話 它的上座形式很單純 所以後方的話是沿用原廠的上座 這個品牌 也是日本大廠 應該是TAKIKO的吧 對 但是這個有打剛硬 可是黑色的就打剛硬 看不太出來 我們來看後面就看得出來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後方的避震器它的 還蠻短的 它後方的TNGA這個 世代的後方的底盤 彈簧跟避震筒心 它是分開的結構 所以這個世代車室裡面的空間 就有辦法來做加大 那我用前置鏡頭 所以這個會看得是 看得是 字是導致的 這個是日本知名的品牌 TAKIKO 它的阻尼 以這樣的懸吊系統來說 正常來說 它是一個三角級車 但它的避震器擺設的位置 比較靠近支點 所以它的行程做得比較短 那比較短的話 它的阻尼就要做得比較強 但是日系車 畢竟還是都以舒適為原則 所以它的阻尼 以這樣來說 算是比較舒適 那這一款車 通常有幾個 狀況就是 原先假設車主 本來是開轎車款 那今天換了這台修理車的話 後方的乘客 後方的乘客 就比較容易有可能會有暈車的狀況 因為它的懸吊系統做得比較舒適 所以我們在開山路也好 或者是在轉彎也好 它車子側傾的幅度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因為它原廠的設定是比較偏向舒適一些 包含了彈簧 包含了避震器 它都是比較舒適的設定 那改裝KT之後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 KT的產品 軟硬度是能調整的 第二個就是 車高是可以調整 今天車主的需求 其實還蠻特別的 車主的需求其實並不是要 要做得比較更運動化一點點 車主的需求是希望 它家裡面的立體的停車場 上方的一個乾涉的狀況 能夠做改進 所以今天降低的幅度還不少 會降大概5到5.5公分左右 那用意就是上方 鏡頭這裡拍不到 上方這個有一個鯊魚錫的天線 希望車高降低之後 能夠閃過立體停車場 一個上方乾涉的狀況 所以今天的車友 降低的幅度也會比較多 所以自然就要加裝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這個是後方的統身 後方彈簧應該沒有什麼好介紹 這是後方的彈簧 二區四區的大概好 規格都差不多 這個彈簧比較長 那改裝了KT之後 的長度是230長 公斤速度的話是6公斤 前面的彈簧是200長 7公斤 那前面的彈簧 長得跟這個形式還蠻接近 因為不是一個磁捲式的彈簧 是做一個燈籠狀 葫蘆形的彈簧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 好像已經安裝好了 但是今天沒有小編 經理在移動鏡頭的時候 會有點晃 請大家包含一下 後面好了 另外一邊好了 我們先來看後面好了 後面的話 但是這樣排不到 這個就是後方沿用的原廠上座 那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個旋鈕 就是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旋鈕的 後座不會暈車 後座不會暈車的話 一般來說 改裝便器的話 改了之後 它的搖晃感就會比較輕微一點點 所以後座的話 乘客就比較不容易暈車 但也不見得一定要改KT 改裝便器通常就都有這樣效果 可是KT有幾個優勢 第一個 這個KT的便器一套才兩萬多塊 而且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即便日後有任何的一個零件 需要汰換或者是便器可以 這個便器都是可以維修的 我們可以把它裡面做細部分解 拆換裡面的阻鈴油 更換裡面的油風 所以這個是KT本身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才有辦法具備的優勢 所以選擇便器的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聽聽看車友們的口碑 第二個可以多多試乘看看 覺得試乘的時候有滿意 再來考慮就好 所以這個便器 台灣現在是已經是便器製造的一個 一個很大的一個發源地 所以避震器的市場是很競爭的 建議車友們大家多多 試乘多多來做比較會比較客觀 因為你問A車友 喜歡的感覺 不見得代表自己會滿意 所以試乘是最客觀的比較方式 這個是後方的桶身 那像這裡有防塵套 有滿頭這些的零件 這些就都跟 KT就都有負心物 有負心物 這裡拍得到彈簧嗎 這邊彈簧下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彈簧下方的調整機構 就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 今天的車高會調得比較低一點點 一般來說 車友比較常見的車高 就是輪胎上緣到椰子板 大概三指幅左右 是比較常見的車高 這個後方彈簧 那這裡有一個仰角調整器 但是拍不到 我把鏡頭轉到前置 就是鏡頭好了 稍等我一下 如果車友們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立刻線上詢問 不用客氣 如果車友們有問題 歡迎立刻線上詢問 我把鏡頭轉一下 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仰角調整器 剛剛提到的就是這個寬度 這批的廠商做的有點小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擴張一點點 才有辦法塞的進去 這個後方的仰角 那這個就是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本來這裡沒辦法調整 那它也沒有做偏心螺絲的設計 所以只能改裝之後 讓它這個可以調長調短 來改變後輪的camper 如果有車友們有問題 我可以把鏡頭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來 那這個就是後方的調整機構 它藏在這一個下支幣的裡面 在裡面 那底盤其實還有很多零件 像是這個的話 因為這台車有配備了水平感應的一個大燈 所以它是從這個地方來做感應 如果後座有載人的話 它的後座就會往下沉 那大燈有可能會打到對方駕駛的眼睛 所以它靠這個的側高感應 來改變頭燈的位置 低速會不會很跳 KT的話應該算還蠻舒適的 因為像這個彈簧才配置6公斤 而且配置的是大全徑的彈簧 所以KT的配置算很舒適 永成的話可以來試乘看看 很歡迎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塞下來的所有零件 這是比較大支的是前面 前面的話是麥花層 所以它的避電器的話還蠻大型 這個就是後方的仰角 這是有電的 二輪出動的 經理換來介紹前面 這是2.5升的油電板引擎 然後引擎室打開 兩側的話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我來拍一下剛剛提到的斜度的部分 它的上座是有斜度的 但是拍不太出來的感覺 它這邊比較高 這邊比較低 它是有一個斜度 所以KT的話需要 準確的量測出這個斜度 然後做一個轉接的方式 做一個上座 所以這個上座的中心點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一顆的旋鈕 就是在調整組 往順時針的話 就變硬 往順時針就會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這個是深藍色的 很特別 這款車我覺得自己 自己覺得最特別的應該是 夜顏綠 就像水泥灰的顏色一樣很漂亮 好 那它的前面彈簧 是200長7公斤 做一個大全鏡的彈簧 這裡不曉得看不看得到 那這邊的話 銀色的這個機構就是 做一個斜度的轉接座 讓它能夠更精準的 來做出 跟原廠角度一樣的上座 這個是200長7公斤 這個離載串的話 直接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多花費用 買口條件 或者是買強化的 那這裡有ABS感應線的位置 或者是油管固定架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但前面這個機構啊 它是賣花層 所以賣花層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坑洞的處理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變成器也會跟著旋轉 所以這個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一定要務必要把它鎖緊 KT的用料 像主人友 使用的是義大利IP的主人友 像油風的話 使用的是日本最大品牌 NOK的油風 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所以車友們 如果有要選擇避震器的話 很歡迎把KT的品牌立入參考 那也很誠摯的邀請大家 來試乘看看 OK 今天經理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下次有再裝到RAV4 在這個平台 再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謝謝 拜拜